被警方以票计罪名拘捕,之后离奇史在派出所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雷洋,他的暂理在周五举行,一体随即火化,本台多次自电雷洋的哥哥雷盘,不过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听,就是被人立刻挂断。人民大学校友侯欣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。 人家说得很清楚,因为我本来身体不好,本身就没打算外出,所以我跟他们说,我说我今天不会外出。我想我昨天如果不说这句话,他们应该不会让我外出吧。但是昨天派出所的所长打电话过来,要求我今天不得外出。我了解到有那么几个朋友也是要求不得出门。 此外,雷洋案公民联署发起人北京市民谢晓菱就四下午开始被远禁在家,记者尝试与谢晓菱联联络,但是没法成功。 遭到警告不许评译雷洋事件的大陆资新记者高玉在推特上面表示,谢晓菱家外面有警察守着,直到雷洋的暂理结束之后,警察才撤岗。 不过之后谢晓菱接到她单位《农民日报》领导的电话,劝她好好养老,不要再发公开信,也不要再参与雷洋签名连说的事情。 自由亚洲电台,丁文琪的报道。